二百三十,《蘋果日報》2009年3月9日報章 E.07名彩論壇 G.G.西語拜佐丁山式中文數不相識之美國報紙記者打電話來, 要求訪問港匯豐、佐丁山為之惡言,問他為什麼? 記者報上名來,話係老闆 上司 吩咐的:「咦,講起才記得,越編輯不爭見面, 起碼有五至七年,還以為他已經逢條回國,在紐約上班多點, 既然是編輯推介,唔見唔好意思,於是願這位記者見面, 問記者 做了幾內,他話出道不久,香港父母,在多倫多出生長大,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畢業,因為在普林斯頓學過普通話語中文緊體字, 於是紐約方面派他回香港做記者, 識中文就有這個好處,如果僅是講英文聰不聰, 普林斯頓多的事,記者小B同樣在多倫多長大,入讀芝加哥大學, 但因爲唔識中文,返到來香港就吃虧不少。 另外有幾位細侄,細侄女自中一開始就到英國讀書, 劍橋牛津等學校畢業,但同樣寫讀中文好唔碟, 考政府E.O. 或困一定肥佬,他們本是聰明聰明人,有國際視野, 言談勝過本地大學畢業生,無奈不識講廣東話, 唔入得政府,今時今日,浪費了也,記者 識得中文,本來是優點, 但原來他只會選體字,佐丁山給本香港金融市之類書本他看, 他似乎看不明,有困難,即是說看本地報紙不多得啦, 作為外國報紙記者,未常不是有所損失, 佐丁山以為學中文要學繁體字,懂繁體字,到大陸看簡體字, 十分容易上手,反之,在學校,例如看機,學中文, 只學繁體字,將來十分吃虧,奉勸一些家長, 如果你常埋怨香港學校差,香港教育不碟, 你要將子女送去英美澳家讀小學中學大學的話, 不該叫他們在外學好繁體字,記者 識不愧名校出身, 名部訓練,問得有板有眼,可做之才也,多口問他人工有幾多, 原來是本地同行中文記者而又是年資相近者的兩陪, 難怪對工作如此投入,記者 留下名片, 立即打電話給編輯片,編輯片說好喜歡香港, 不經不覺已在港工作近二十年,相信以後不會返美國, 會在港退休,有他在,他將報紙寫香港問題, 因為,有時是十分到肉的。 有時是十分到沙發。 谢谢观看